收看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派球联赛 那现在比赛呢也是来到了第二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由A组第四名对阵B组第一名 也就是河南南排对阵江苏南排的一场比赛 我是主持人张哥 那为了使您更好的新场比赛 我们在演播时依旧是请到了前北七南排的主教练李牧制导 李制导您好 你好张哥 其实经过了前面艰苦的第一阶段的比赛 现在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其实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呢 各支队伍也并没有休整的时间 是昨天刚刚结束了各自的小组赛之后 今天是马上面临这个非常残酷的交叉赛 接下来将要对阵的这两支队伍呢 一个是河南南排 另外一支队伍呢是江苏南京广电猫猫南排 这两支队伍一支是A组的第四名 江苏队呢是B组的第一名 也先稍微简单的为大家介绍 这两支队伍前面一个阶段的一个战绩啊 河南南排呢是在A组中 以三胜三负的战绩积9分 是为了第四名出现 那江苏队呢在第一阶段打的是顺风顺水 以五战全胜积15分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以B组的投名来到了交叉赛 您不知道您觉得这个交叉赛的这个比赛质量 包括比赛强度跟前面的小组赛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 那应该说是不能通人语了 因为淘汰赛嘛 这个上天入地的这种差别 特别对实力占优的一方 其实他们的心理压力会更大 反而是弱势的一方呢 可能会更放得开 像这种一对四的比赛 其实暴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是 而且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比赛中也是提到啊 这个咱们A组的这些球队 其实在小组赛中面临的这个比赛的强度是更大一些的 因为同组的对手确实是实力 相对而言比B组要强队更多 那其实河南队在小组赛中也是表现出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说跟他们去竞争前四 小组前四的几支队伍 他们可以说是该赢的球都赢下来了 所以也是确保了这个小组的这个前四 那但是来到交差赛之后呢 虽然是对阵非常强的 有着两个强力外援的这样的江苏队 但是我觉得其实河南南排也是 不是说他没有机会 今天的比赛一定也会全力以赴 其实我们看到啊 河南队在第一阶段的这个比赛呢 他是有表现非常出色的队员的 那老江崔建军咱们就不用提了 但是老江崔建军其实他在第一阶段的比赛 由于各种方面的考虑也不会每一场都打满 但是他们的这个18号主攻李一泽 他是在前面的比赛是表现非常抢眼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啊 目前他在这个咱们得分榜的这个排名上 他是第三名 而且是目前为止咱们联赛最佳阵容的里面的一个最佳主攻 那确实他在前面的第一阶段比赛中呢 打了17局比赛 拿到了90分 效率呢有5.29 这个攻守其实还是不错的 李一导您对这这名主攻 是不是比较有印象也是 感觉河南队呢 其实他整个球队的这个风格 是依靠一个整体来打球 他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衔接啊 这个比较紧密 然后两一的速度比较快 实际上这个球员呢 也是依托于整体 来发挥他的这个个人的能力 特别是在这种到位以后的这种战术牵制当中 他的进攻成功率非常的高 刚才李知道也是提到了 得在需要在这个遗传到位的情况下 河南队这支队伍的整体的激战术 和他的进攻才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提到这个也是要关注一下 双方的今天的发球的这个能力是怎么样的 江苏队其实两名外援 他的发球能力是非常强的 目前康斯坦丁呢是打了17局 有9分的发球直接得分 局均是0.53 目前排在咱们发球榜的第6名 而博伊奇呢是出战了14局 有7分的入仗 局均是0.5分的得分 然后现在排名在发球榜的第9位 李知道您觉得今天河南队 如果面对江苏队的强力的发球冲击的话 应该需要做足的是哪一方面的准备呢 感觉面对这种发球呢 还是要做好不到位球的这种进攻的思想准备 因为你的这个战略体系 虽然是以到位为主来打战术 但是你如果不到位的这种思想准备没有的话 一旦面对强攻 队员他的办法比较少的话 其实这个比赛会非常被动 还是要准备 我不到位还要能打走一些球 还要能有一些过渡球的机会 这个思想准备一定要充分 确实就是面对这样一场生死战啊 交叉赛 我相信每支队伍一定要做好它充分的困难准备 包括江苏队 他虽然是以B组的投名来到了交叉赛 但是面对今天的河南队 他们也一定要做足充分的这样的困难的准备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江苏队的两个外源啊 一直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点 我了解到李志导昨天也是看了江苏队的那场比赛 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那其实在面对一个可能天津队 这个这样的一个相对实力不及江苏队的这样的队伍的时候 他们也是不断的去更换这个场上的一个阵容 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阵容去在比赛场上不断的尝试 包括把这个康斯坦丁放到精英的位置上 然后在主攻位置放一个咱们本土的主攻 李志导您觉得卢伟中指导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 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我觉得这个排兵是非常有创意 因为两个外源嘛 他江苏队实际上是没有在自己队里有比赛的经历 只是通过这个联赛呢 不断的发现这个队伍的问题 之前呢感觉汤坦丁呢 他的四二维进攻呢 过于的脱节和其他的攻守的这个组合 割到接应的位置呢 实际上把刘向东的这个进攻实力不足的这个缺陷呢 是补住了 另外自己本身很好的两个主攻呢 又有了发挥的机会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吧 我觉得应该是 包括其实我们昨天也注意到了 在这个复工的这个位置上啊 之前是要么是戴海波搭档李晨 然后要么就是说戴海波 这个由这个袁辉龙搭档戴海波 昨天也是把这个三个人可能都轮转了一下 都去尝试一下 包括让很长的时间 让袁辉龙和李晨同时在场上 如果这两个队员在场上 我觉得是不是对于中间 江苏队中间复攻网口的这个高度 包括进攻的强度上 是不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会比较突出的呢 袁辉龙呢 应该说他的进攻是特长 应该说看卢老他怎么去 以一种什么策略来面对这种比赛 如果是突出篮网 他一个用人的思路 一个突出进攻 可能又一个用人的思路 这个呢 我们还要看江苏队自己的 对这个阵容的评估了 确实那江苏队在今天的这样的比赛中 也是相信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这个还是看看今天两个队 在临场的表现会如何 我们也随着镜头来到比赛的现场 关注今天双方的比赛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双方各自的今天首发的阵容 18号 李硬阳 20号 推荐军 自由航守队员 19号 齐家 拍上老的街 2号 王春林 主教练 牛江知道 江苏队 2号 于兰泰 5号 于姚晨 8号 袁辉龙 9号 刘向东 11号 李硬 20号 伯一齐 自由航守队员 10号 杨天元 我们看一下今天是首发的江苏队是单外援出战 是先派上了伯一齐 在主攻位置搭档的是于援泰 这个阵容有它的很好的一个特点 就是配合的更默契 它的整体进攻的节奏更快 而且留的外援两个位置都可以替补 对 我们看到河南队这边现在镜头中 我们看到的就是18号 他们的重点的进攻人李一泽 李一泽在第一阶段中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的突出 今天老将崔建军也是毫无意外的出现在了场上 对 因为这种比赛是非常有质量的 一定是全力赴才得到最好的锻炼 对 其实这种超大赛排名第一的球队打第四 它的压力会更大 是 它是输不起的一场比赛 对 昨天其实河南队在联打了这个五场 联打六场比赛之后 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天 河南队是才得到轮空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河南队在昨天的比赛 这个昨天休整的轮空的这一天 肯定也是会充分的研究江苏队的阵容的 包括昨天江苏队阵容上的调整 咱们大家看到了 河南队肯定也是会更加细致的去研究 了解的越清楚 对策也越多 对 上来是博弈琪的发球 上来就是老将崔健金 4号位的调整功造打手出戒 对 崔健金的这种看打手出戒的能力 在国内的这个主攻线上 是非常的突出的 这个篮王手定出来以后 完全是看着手打 是 所以其实说这个大树出戒 你打的打不打的准 就是你手上的这个功夫 这个球雷尚东是想调一下直线 调到界外 这个球一传比较偏4号位 二传这个球也没翻出来 这个队员在快速进攻当中啊 他的这个吸力程度是非常的高 是 盘速快下手快 对 李泽只有1米91的这样的一个身高 江苏队现在开局就是0比3落后 哦呦呦这个球 哇太危险了 这个真的每次在场上看到这种情况真特别揪心 其实希望队员还是要注意啊 首先不能受伤 一开局啊 这个李源博的这个从对角线的平冲对方的5号区这个发球啊 的确是江苏接下来比较吃力 其实这个球呢保守一点呢 可以接一个中场 先组织生有效的进攻 是 太冲网以后 其实几个球都是几乎是电过网 对对对 而且其实他就算不到位的情况下 场上是完全是有这种可以打暴露强攻的人的 对 今天江苏队还是要克服一个如果比赛开局不利的话 其实要把心态呢稳定住 嗯 因为他的小组赛呢 其实没有遇到真正的强队 对 反而是河南队啊 连续打了几只强队以后 其实这反而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是 其实就像李志导 您在第一阶段就是反复提到的 A组这些队伍虽然可能感觉前面的赛程 就是相对于B组比较辛苦 而且强队比较多 打起来也比较难 但是其实这反倒对这个 呃 这些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的队伍来说的话 是对后面更艰巨的比赛是有好处的 对 小组赛打的困难 对淘太太是的确是有帮助 第二点 对江苏特一定要扩大防守区域 是 压底 然后这余元泰的进攻又是被拦到基内了 嗯 团队这个球队他的身高不高 但是他的定点拦网的能力 其实是一个传统 是是是 我们以往的经历就是河南队的双人和三人的定点拦网 是很有威胁的 嗯 李知道您觉得今天在呃 江苏队国内主攻的这个位置上是用了余元泰而没有用老江张晨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张晨的后排的特别是遗传这个能力 余元泰应该是要好的 嗯 那今天既然手法是配上余元泰 您觉得卢渭中指导大概是从什么角度去考虑呢 感觉还是从一个冲击性吧 冲击力 因为余元泰呢 他呢 更年轻 嗯 他进攻的速度更快 更有冲击力 嗯 嗯 而且呢 刚才我们也看他留有后手 就是一个外援加一个张晨涩在底下坐着 嗯 我想这个比分这么困难 他也会考虑换人这个这个环节了 嗯 没错 啊 开机打的太顺了 对 确实一上来我们能够感受到河南队今天的调动和准备都是非常充分的 嗯 发球开路 篮网这个又发挥的非常好 对 江队还是有些紧 对 嗯 看看这个一攻 一攻如果到位的情况下江苏队的这个进攻还是非常有能力 对 今天双方其实首先一个争夺就是发球接发球 对 河南队呢也是一直依赖球遗传到位率的一支球队 嗯 这一球是发球直接得分 啊 这个是有节外的嫌疑 对 我觉得隋晏君在接的时候也是犹豫了一下 觉得要不要放 然后是一球队就能够放 他收手又没收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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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二个位这边防守的接应来接一下 对 因为已经比较偏直 更偏直线一点 我感觉 这球掉的还是有点水平 几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好接 对 有点长心的感觉 但是这个位置 还真的是不太常规的一个位置 直接复攻破掉 零攻 荒兰队的反击机会 小球上的也是不太舒服 其实没有必要上的那么近往 对 因为这个心理压力 是很难去用语言去排解的 还是需要队员在场上 自己去释放出来 因为这个结果是明摆着 输不起的一场球 江苏又请了外援 这个压力你只能自己去化解 也是李毅泽 如果今天河南队 给江苏的压力足够大的话 这个江苏还真的是会有些困难 对 而且我觉得 河南队可能自己会越打越没有压力 对 就是这场比赛 真的就是我就是低姿态 我放手去拼 是的 围棋在四号位的斜线进攻 去拼命 谁敢去放手一搏 谁其实就占得优势 是 其实在排球比赛场上 这个心态我觉得能够决定比赛的结果 还是占了非常大比重的 其实包括咱们刚才前面看这个上海队山东的那场球 山东我觉得在第三局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包袱太大压力 反倒是赢了第三局之后 到第四局我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这个球我还是有希望 我可能想赢了 我想再去就争取一下 反倒是又自己打的保守了 对 我们球员其实面临一个患得患失的这么一个心理的情况 就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他不知道如何去释放 如何去化解这个压力 其实更多的还是应该专注在比赛本身 另外一个就是要团队去作战 去互相的这种士气的鼓舞 就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刚刚余妖晨那次发球其实也非常聪明 非常漂亮 对 发一个谦虚 去调动老江崔建军 反击还是给伯依奇三人篮网 哇 这个防守防得破了 李一泽 四号位非常轻巧地拐了一个手腕 其实我觉得这个来回球双方的防守 我觉得还是拼得非常凶的 对 很精彩 李一泽这个球员确实是动脑打球的 对 有技术 对 对 其实往往这个排球运动员 他这个身高和弹跳并不是决定水平的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 是是 很多小个球员啊其实非常有特点 同样可以在这种比赛中立足 对 对 看起来有点顶 这又想切小鞋线 这个球 其他人也球就稍微有点拉开 有点长 嗯 所以我以为他现在的这个年龄去打小鞋线又比较拉开的一个球 可能高度上不足以支撑 对 感觉是高度有点不够 对 其实作为江苏队来讲我相信赛前的准备也一定会强调发球这个环节 他们也非常清楚啊对于河南队来说如果让他到位打得快速自己也会比较难去篮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吹了持球一下 我们指手掌向上 嗯 崔建军好像还是对这个反发有些意义啊 对 对 对 一传也不错 哎呦这个球是 这个球是 对 好 好 吹建军是在后续接了发球以后啊受到了干扰 对 然后二传也没有观察到这个情况 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二传在场上的这个观察和包括他临场的反应 嗯 包括 我又想提到那天吧鲁夫的那个球啊 他在场上真的是观察到了之后马上就能去变 哎 出网了 前水今天啊还是这种压力 嗯 队员几次触球 感觉那个动作啊 包括上肢的动作 包括脚步的动作都比较僵 对对对 就通过场上的动作是非常明显的能感受到 现在他队员的心情了 是比较紧 对 那些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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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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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防得漂亮 嗯 倒力 这个是被单人来往来到尖内 对余瑶晨呢这段的选择呢感觉被和尾摸得比较透 嗯 基本上是晃不开人 是 复工就一直在中间没有走啊 连续三轮的话就失误了 因为两边都知道如果被对方接好了以后呢 这个篮房的压力会很大嗯 其实还是冒着这个失误的风险去拼发球 对 哎呦我们看啊江苏队这边要换人了 在后排把张晨换上 嗯 张晨的飘球呢还是很有他的特点 对 鲁伦他的这个遗传啊 嗯 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你节奏 嗯 感觉 嗯 回来的主攻完全可以打得更快 像刚才这个球二场给的节奏是明显不够的 嗯 我们看到这个博依奇啊 其实打这种比赛 他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对 人很定 然后这得分以后啊 那个互动的这种跟场下啊 非常的有激情 是 是 换了一个位置来放球 李泽给的比较开往 这就打一个长线 这都是看守打呀 对 非常的巧 非常聪明 而且打的点很高 对对 这个球呢其实防守队员是很难的 因为从篮往守的上面过来的 是啊 这个区域正常是不应该过球的 对 哇这个发球有效果 只能处理 看河南队的机会 打手出界 江苏队一直在努力追赶比分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追上来 对 这个球发的有点菜了 江苏队啊如果有些困难球 还真是可以选择用博弈棋来突破 嗯 感觉他的这个场上的这种表现 还是很正常 对 而且他的绝对强攻的能力 可能是要更强一些 嗯 一场不错 嗯接的真好 所以到位以后啊 河南队真的是打出自己的特点啊 江苏队也很难制约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江苏队这个球 篮往队员也做的不太够 这个李一泽接完一船来跑这个 这个明显有要跑战术球的 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节奏是不对的 其实在场上是如果观察一下 是可以看出来的 嗯 我们球员呢打比赛的阅读比赛能力呢 的确是需要提高 嗯 包括发球的找人啊 包括篮网的瞬间的判断 是 嗯 其实这都需要头脑 需要观察 对 处理一下 嗯 这一阵子博弈琪这边成功率很高啊 李小晨也是会分给他的球比较多 对 在困难时候啊 要选择这个最有把握的队员去进攻 嗯 嗯 现在是江苏队把比分追平 嗯 今天江苏队的复工线是上了 呃李晨和袁辉龙两个人 我觉得在攻击性和这个高度上 可能是都有了 嗯 但是今天呢 开展到现在受这个一船和上球的制约啊 刀率不高 所以袁慧龙只打了一个还是打了两个球 是是是 对 今天复工非常的少 主持人的后驱 对 这个还是上球 效果已经出来了发球的效果 结果这小球不好 嗯 这个王春林这个球的下手也是抢了一板下手很快 对 这种机会你不把握的话对方就把握住了 对 对 这还是反映江苏队今天啊 这个注意力啊 包括这个 这个思想有些还是偏保守 是是是 偏紧张 还是赵博依奇 对 博依奇面对河南的篮网是完全是如入无人之境 嗯 没有什么这一阵子河南队问题其实就在一传 没有什么到位的球可以打 对 这个江苏队发球其实很有很有这个预先的这种策略 对 追随眼君的后驱 然后呢接完以后其实就完全是上不来了 是 这压制了随眼君的进攻也就压制河南队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 嗯 河南队在揭发球这个位置上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些个配合 你要用随眼君的进攻呢 你就不能让他参与这么多的接八球的这个任务 对 一个是他接好了之后这个接接了之后影响进攻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他不停的这样接完了从后场跑上来 不停的来回的调动几个回合 老将没劲了 消耗会很大 对 这确实其实江苏队肯定很多程度就是在考虑这个 这个对河南队的自由人啊有可以大胆的往随眼君里边偏 火锅 这个球其实已经没有快攻的掩护了 但是还可以打出一个很快速的这种站出进攻 是 发的质量都很高 这个张晨的平打啊 所以我们就是你看场上这两边的老将 张晨一个苏建军 这种场面他是见多了 是 全英会这种包括奥运会的资格赛都打过 他的心会很定 我刚才这个方法明显是躺着啊 把球放下来看着手尖去打 对 到位还是尽管能够多用复勾 两边的发球啊 其实都有很多针对性的这种变化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对 其实王春林他现在也是体能上可能考验也会比较大啊 对三十多岁这个之前的比赛打的也不多 都是换上换下那么大 这是遗传的问题 骨钩 这就是强弓动实力去突破 这就是上跟炮弹一样 对 而船差点的给船突破了 硬实力还是江苏队那占一些上风 是啊 所以他强还是能打走 对 还是一传 所以就是打到了后半段开始 比赛这个第一局后半段开始 台湾队还是对于江苏队的一传 发球比较头疼啊 不管是发位置 发点的这样的调动的发球 还是这个大力跳发 嗯 后面接的都不太好 可能要还是要解决一个对方追发崔建军以后 这个接发球的站位啊 包括这种配合 刚才几次都是在这块吃了一些亏 好好好 警察现在接下来 接下来 保持遗传的行吗 先把医工打 好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看一下暂停回来之后 这个医工困难队是一定要打下的 要不然第一局的话就非常困难 看一下刘强东的发球 还是拼发 这又是给了探头 所以在比赛中发和揭发的环节 如果做的比较出色的话 那还是盛面还是很大的 对刘强东在这个关键的比分啊 这个两个发球是高质量的 这个两个发球是高质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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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这个时候也是还是更加信任老江崔建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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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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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难度啊 所以这个一攻 相互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顺畅 这样的话25比21 相互队是在第一局中后来居上 先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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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欢迎回来 A4队B1的一场比赛 由这个河南南排对阵江苏南京广电猫猫南排 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 在欣赏比赛的同时呢 也希望各位可以关注米姑的挂尔咖啡 米姑挂尔咖啡100%阿拉比卡豆全球甄选各大世界顶级咖啡庄园 三轮杯测确保品质均衣 给你高品质挂尔咖啡的体验 我们看一下这个河南队是不是位置表是填错了吗 一上来就是两个换人 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少见 肯定是位置表提前没有填好 对 这一下这个浪费了两个换人 对 两个换人 11号 虞硕 打桌子杆 那其实这个位置表如果填错的话 等于他们的这个李毅泽这一局是场上是没有的 我刚才没有太注意 这个刚才换的时候 是把李毅泽换下的是崔建军还是余硕 如果是崔建军的话 那等于李毅泽和崔建军本身应该在场上是最重点的两个人 是只能在场上留一个了 那如果是余硕把李毅泽换下的话 那一会儿李毅泽可能至少还能上场 其实我觉得在第一局进攻最好的一个点 他的几次强攻啊其实难度更大 打得非常的精彩 是 关键比赛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误啊我觉得还是 对 这个位置表一般都是由这个助理教练来填 对 跟主要来有一个沟通好以后的填 对 跟主要来往都分 对 今天渊泰的发挥啊其实不够理想 是 包括其实昨天的比赛中渊泰上场之后 他的这个进攻就是受阻是很严重的 打得感觉有点放不开 其实上一局啊到中局比较困难的时候 感觉余妖臣的分配啊还是比较清楚 是是 找到了自己最稳定的进攻点 对 所以呢这个外援啊其实上场发挥的还是非常好 感觉也是余妖臣的分配球是用外援来开路 然后把场上其他的温手也是带动起来 对 要不然第一局前半段的那个局面非常危险啊 对 当这个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一定得有人站出来 嗯 把这个形势呢这种给的转化回来 是 李永宗的发球还是很稳定啊 嗯 见这球 感觉像是戒内 嗯 看啊 江苏队还是要挑战看来 嗯 这个就掉的也非常的雕 对 这个复工虽然是过了 但是到不了这么深的位置去接 是啊 看一下有没有压边线啊 确实是有一部分是嗯 确实是压到边线 对这个鹰眼挑战其实极大了缓解了这个裁判的压力 对对 否则这种球没有一个鹰眼的这种证据啊 我们会喋喋不休的去争执 是是是 到位的情况下速度非常快 对 这球打完了余安泰也是激情的释放啊 对 因为他必须得拿出他自己这种小个旅员的特点 是 才能在场上站门脚跟 嗯 前面好几次进攻都受阻啊 嗯 所以这个球是终于打了一个比较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进攻 是 就是稍微的大调整 质量也一般 这一球其实我觉得防守明明可以再好一些 脚下再动一步 是 我们队员呢过于的去就是出动的过早失去重心 一旦变相以后呢 他二次启动呢是很难了 嗯 还是在拼罚球 效果不错 尤其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坚决 嗯 连续防守起球 看看进攻要挡下去 往后的争夺 最后这一分还是互联队拿下来啊 对 就是后面连续其实防守都有起球 对 但是感觉在王口上好像想拿一分确实特别的困难 对因为起球以后的质量不高 嗯 打不出真正的这种多点的快速进攻 嗯 所以呢又把机会还给了对方 是 其实最后河南队抓出来的机会也是因为他到位的一个防守球 是的 现在比赛对这个这个遗传和上足的质量 然后就就非常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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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还是找前排的主攻误语误试 这个二传完全没有观察呀 从第一局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二传就是观察力不够 这个基本技术再好 如果你没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选择的话 其实攻守还是很吃力 其实我觉得二传 就是每一个二传你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你就要有意识的 一个是肯定的 然后你这球怎么分配 然后在传球最后的一下 也得扫一下自己队员进攻队员的情况 这不能球一传起来了 我就抬头盯着光盯着这个球 场上的一切情况都不管了 确实是不够的 既然打到了都是一队了 打到了这样的一个联赛了 还是不能像像在比如青年队 那个时候那么打球打得那么简单 所以马鲁夫的精彩表现 其实硬撑着我们国内的二传的这种欠缺 对 其实我们真的是传球的分配 是 可能那几次的传球质量不高 完全影响了这个进攻的质量 就是感觉 攻守的每次进攻都是那个如履薄冰 如履薄冰的那个感觉 就是打得也很困难 那个球也不舒服 因为他河南队要求打快速 打这种整体 其实对二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是 这个到位的情况下 我终于是复工是打成了一个 江泽一直在追着这个崔建军在发 是 发到他的前去呢 他的后宫就给破掉了 嗯 起发球 然后对这个一传接得不错 哎呦 这接应 这根本就不是接应的球 这一阵子就是感觉河南队不断的在防守 也防了很多次精彩的球 但是就是落到第二下之后的质量不够 落到第三次进攻 也没有能力去把这个球打死 对 就是小球串联的这种质量不高 对 还是要想要依靠崔建军这一点去下球啊 感觉明显明显有点高度起不来了 对 崔建军要这么扣的话 第三局其实他就作用会越来越小 是 但是可能也没有其他进攻点去选择 还找他 打不动啊 其实往往感觉是最保险的一个点 其实是风险最大的 你认为崔建军最好使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阶段的进攻啊 其实他的质量并不高 反而容易造成丢分 对 比赛到位 防守还是能起球 再给崔建军 可以拉往队员直接抽手啊 就防了他这一招 是 因为这个赛前的布置 都会很清楚对手的几招的这个变化 对 没错 崔建军这种球一定是看着熟放天上打 所以就撤手 还是调球 不要沉的防守 这个球还是崔建军把这个球还是处理的不错啊 但是这个位置垫到四号尾我觉得真是太勉强了 河南队就是有困难找 主教练 虽然拙着在场上 但是他也不是万能的 打到第三局真的要没劲了 没有篮 没有篮 你看看这个球 这应该是一个快球的短球 对 一个战术球 对 王春林这个球 我觉得篮网没观察 对 没有看对方的主攻的跑动 对 渊源泰都已经提前就跑进来了 这个二传他选择的确要改变一下 否则又不下球 又把崔建军这个点呢 完全给体能消耗掉 是 刚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算是比较好的 打战术的球 他球的质量也不行 这球海尔兰网队员啊 有些犹豫 又想伸手又没敢伸手 把刘给放出来了 刘为了 但我在考虑就是 您觉得一个年轻的二传 如果给老队员传球的时候 会不会心里也是 其实会有点压力呢 一定是有压力 但是 虽然你未必会去影响 他的这个二传的分配思路啊 包括球的质量 嗯嗯 但是二传的可能会 自己会去多想 嗯 这个球 四后卫这个节奏终于是打出来了 但是这个队变成了一点进攻的球队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是啊 打到二十分以后的话 会越来越困难 嗯 好现 这是看来可能江苏队还是要挑战一下 也是缓一下这个节奏 因为像这种判法呢 财队员应该是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去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第二局打到现在 河南队后排防守 起球率是很不错的 比江苏队这边其实要好 但是就是在起球了之后 你落实到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质量上 就还是不足以去拿分 对 因为虽然起球呢 但是他的 这个刀位率不高 所以他打调整球呢 其实强攻的还是 很困难 这个吹的可能不是彩线 是吹的是 脚过中线吗 嗯 吹的 看一下这判断啊 脚尖是过来了 但是 这吹的是 对方的脚尖啊 这个 应该不是吹的 不是吹的刘向东吧 但这一分还是挑战失败的 还是河南队得分 对 是别人的一个脚过线 嗯 还没有吹哨 主赛办还没 这这种其实是 是不会影响比赛的 这个分数的 他最远程的这个发球节奏 给破坏了 是 卯足了劲要发 结果给 硬生生的收回来了 嗯 因为他的主要的主攻 李则不在场上啊 这个进攻压力 完全集中在了崔建军身上 对 这个这个这个太难了 还是要给崔建军 对 就哪怕这个 替补主攻啊 上来不发挥 也得要去尝试打一些球 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呃 之前余朔也有很多次这个登场 嗯 也还是可以 完全是可以打的 是可以打一下 不至于就是说全都找崔建军来打 嗯 哦 保持球保持得非常好啊 一个看守的切小结线 对 所以既然这个外援能够第二次来到江苏队啊 说明一定是队伍对他是非常满意的 对 这个队员很实惠 嗯 这是换上了一个生命军啊 是 嗯 一传到位 其实一传呃到位的话 崔建军打的也会更舒服一点 对 就是 打这种快速进攻啊 体能消耗不大 嗯 其实真正累的是三人强攻 鞋网的大调整 对 这个是非常累 拼发球啊 超出了掌控能力了 就我觉得 队员队的二传之呢 他也并不 他也不观察篮网 二号位这边是这个 外援是康斯坦丁 然后和李晨 两个人的高篮网 然后四号位那边是余渊泰 他怎么会选择 往四号位分球呢 这个小球也是不好 现在这个球怎么组织打炮攻 那17号这个齐复民 呃至少这一局我觉得 表现还是不错啊 给到了进攻 还是打的非常果断的 对感觉就是 队员队的二传啊 陷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我要靠崔军下球得分 但是往往呢 你越这么想 其实越把其他点的这个手啊 给打凉了 是是 崔彦军现在也不是当年 最好的时候 嗯 可以连续的不停的扣球 他的体能还是有限的 因为你打的关键分 别人是越来越不敢给 你崔彦军呢 是暴露性强攻越来越集中 对 这个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就有人来包一船了 连续给两把 崔彦军确实他进攻上也还是 确实是有他的能力 对这个球呢有快球的掩护 嗯 晃成了一对一 河南队的接应啊 这局是完全的隐身 是 一船直接过网 所以江湖的拦网也是要有意识的去 更加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去拦防 嗯 还不能三点是平均站位啊 康斯坦临发球 有个修 有速度有落点 对 发到了边线 河南队要暂停了 四分的话就非常难啊 对感觉这一局呢 应该说敌军赢下来以后 江碎的压力呢 也已经基本上释放出来了 对对 而且呢这局 河南队不知道换人的是什么原因啊 导致了自己的一个强力进攻点 没有在场上 是 所以打的呢 过于单一 这也是他很被动的一个原因 这一局不光是主攻位置 前面有可能是填错了位置表 那复根位置其实也调整了 李源博到场下去了 其实李源博我觉得他 而且他其实目前为止 他在篮网榜上应该是上榜的 篮网端至少表现不错 进攻端也并不差 对 发球也挺好 确实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在第二局忽然把这个阵容完全是变掉 嗯 第二下直接打 那两手的反应也很快 这种就很精彩 第一个防守球起来 其实不好扣 是 球很转 对对对对对 一旦打跑能打飞掉 这个圆才还是很敢下手 嗯 可不坦定的发球确实是好 掉球 高压掉球速度很快 这个球杨天元是已经判断出来了 是努力的往上想去跟这个球了 这个球按说应该是篮网的队员 把球要控制住 嗯 掉的这么快的速度直接掉过来 其实很难防 对这个 速度这么快 这个以崔燕君现在的高度 我觉得 可以拦倒 对是不太会就就是直接抄手就很高的这样压下来的 刚才鲁医局这个接发球啊非常的出彩 这个左侧的倒地啊把球给接的那么到位 于元泰这么矮的一个队员进攻点真是高 高 对 他跳得很高 是 其实小格队员的进攻并不吃亏 于传又直接就封 那这样的话 最后一分还是依传出现问题 25比19 江苏队又是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看看在第二第三局 河南队这边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这边是一个派生的调整 压调整 小时 现在是要用软件的 大路 在这边的编程中 这边是去的 小时 我们下架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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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0-2021赛季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 这个是A组的第四名 对阵B组第一名的一场较量 由河南南排对阵江苏南京广电 猫猫男排 现在比赛是马上进行第三局 在观赏比赛的同时呢 也欢迎您品尝一下咪姑挂尔咖啡 百分之百阿拉比卡豆 全球甄选各大世界顶级咖啡庄园 三轮杯测 确保品质均衡如一 给你高品质挂尔咖啡的体验 这个河南队一开局啊 又是把自己的二船呢 这个开局换下来 换了一个二船 为什么团队的这个位置表的 这个错误被一场比赛犯了第二次啊 但其实这个刘恒啊 他今年联赛真的没怎么打 这二船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联赛中 在河南队也是打球应该是要更多一点 对他以前的主力 对 包括他现在其实报名上也是队长 不知道他今年是不是受了商店的影响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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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局 我觉得其实江� images 都可能 只要这个劲头不下来 第三局可能 更能找到比赛这个节奏 对 因为双方在一个同等竞争下 他的实力是明显占优的 嗯 开局呢只是受到这种心理压力啊这种影响 对 用着有些僵 第二局可以说是经过了第一局这个压力释放出去了 那我觉得连赢了两局之后 第三局可能就是可能真正会打出自己球队的这样一个节奏和风格的时候 对 而且这个康坎丁在接应位置上 我觉得他的威力会发挥的最大 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余妖臣在往二合位去传球的话 就是把他调高的话 比四合位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更舒服一点 因为现在呢本身两个主因就是越打越快 而接应呢实际上还是要展示他的实力嘛 球的传球点会比较高 是 相信这个四点进攻啊完全是打开了 而且余妖臺这一点也是在可能前面进攻不太顺的情况下 他从第二局开始 我觉得他这一点的这个起色也是给江苏队有一个不小的帮助 因为一个进攻点的好坏 他不光是自己能不能打开 他还会对其他点有影响 他的牵制啊 他的这种掩护啊都非常的重要 是 洒球的是第三局 由新来到场上的四号是主攻孙管浩 甩着漂亮 这个球是二传的能力弥补了一传的不到位 这个球余妖臣是高水平的 是今天比赛虽然第一局可能江苏队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余妖臣今天应该是稳住了的 对 一个好的二传能够把一传的这个压力给转化掉 我看完了 hem 要一传 带死球也不定 这个就是在你对方发球之前就没有观察 这个时候前排是两点还是三点 我相信这个时候如果 这个主攻能确定二传是前排的 这种球不可能不盯一下 对 其实鱼瑶身那个调球挺明显的 是 动作很大 漂亮 这个反心的篮网真的很漂亮 包括河南队打探头的队员啊 也是 刚刚是二传打的 也是有篮网起来了 就还是确实应该变一下 哇 这个小气球 是吗 不像 这个都是把握机会球的能力 齐富民今天来到场上之后 在进攻端的表现 确实还是不错的 河南队的复攻啊 它是有传统的啊 很有特别 进攻很快 然后拦网的 定的拦网能力也很好 是 嗯 发力 其实王昆林在到位的情况下 这个快速的被揍 还是能打一下 是 现在 荷兰队这边也就是老将王昆林 还在场上 嗯 坚持在场上 这边也就是想追求得特别平 笑语的进攻又是被拦到肩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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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一支队伍在场上 就是你这个镜头如果掉下来的 就是你 换句话说 是你我想要去争胜的这个决心 掉下来了 就没有了的话 那这个场上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对 今天河南队呢 有一点高开低走 嗯 开局其实打得很顺 然后有对方的一个紧张的原因 但是在这么顺的情况下呢 没有把握机会 嗯 第二局呢 又因为不同 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呢 把这个阵容调配了以后 嗯 实际上到第三局呢 他的气势啊 这个下降的非常厉害 是 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这个比赛呢 就非常困难了 嗯 嗯 发掘也是完全是没有感觉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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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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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掘也是直接是奠定了江苏队取胜的机析 的基础 嗯 加油 转发掘主要是一个稳定性 嗯 能不能够连续的发出 起码是三个好球吧 对 嗯 才有这种扩大比分的这种机会 我们的球员呢 发一个还可以 嗯 第二个第三个呢 就会往下走的这个趋势 嗯 把一个小斜线擦瓦了 但是还是落到尽内 加油 加油 鱼硕其实也是一个老将 嗯 这个92年出生 今年29岁了 对打了很多年 嗯 这是余恩泰的进攻 对 连续失误以后呢 这个发球自然会保 这一保呢 对方到位呢 还是丢分 对 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 一传又不好 16比10 这样的话落后6分 河南队请求了暂停 这阶子不跑 这阶子不跑 这直接挺的 这阶子不跑 前排的给队员说 这个遗传的动作 嗯 怎么他就找你呢 找你呢 发你就是 你阶子好吗 接啥都行 他是前排的呢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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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其实你知道 我觉得今天河南队 肯定没有说是这个比赛 结果的压力 嗯 一定是没有这样的压力的 但是其实他们今天整场的表现 都可以更好 嗯 包括这个 人一直在换 然后场上就是 特别是第二局的时候 觉得场上有一阵子是 显得非常的乱的 各个环节都做的 不是特别到位 对 对 就是 比赛的激单处是一种准备 人员的这种使用啊 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功夫 嗯 什么时候换什么人 什么时候把主力队员换下来休息 再换回来 嗯 是考验了一个主教练的这个临场应变 是 因为调配的好的话 其实能够把每个队员能够激发出最大的这种能量 对 哎 这个看到位置了应该是 嗯 哎 风雨细响了 看看是荷兰队的教练是不是已经看到 有什么场上有什么问题啊 对 一般像中段比赛的这种挑战 肯定是看得非常清楚才会去摁这个封鸣器 一般就是触网 包括脚锅线 确实是挑战的触网 因为这一分中段的比赛啊 如果挑战失败就直接丢分了 所以一般不是看得特别清楚 主教练不太会摁这个封鸣器 对 因为是前面的一个回合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估计现场的鹰眼还是要往前倒一阵啊 所以要找到这个 是是 要得看看确认一下是哪一个球 哪一个位置 看一下 看不出江四队也触网的感觉 没有触网 没有触网 那这样因为是中段比赛啊 所以这一分就是 直接是河南队失分了 17比11 江四队还领先6分 哇 这个直线拐的还是不当 单粹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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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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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今天江苏队其实就是 他在一传不太好的情况下 不到位的情况下 首先是二传他去调整这个球的能力 比荷兰队这边要好好很多 那再一个就是他们攻守强攻的能力 打调整攻的能力 确实也是完全是有能力去下球的 对 其实排球比赛讲究整体进攻 但是还有个人进攻的这种实力 特别是队里起码要有一到两名 有强攻突破能力的队员 否则完全依赖这种刀位进攻的话 其实非常的危险 对 其实第一局就特别明显 就是在江苏队还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 博弈琪这一点就是站出来了 几个下球就稳定了军心 是 就是让不管是二传还是场上其他队员 都觉得我有一个点可以下球 对 这个第二次直接传过去了 现在河南队完全给江苏队行不成这种压力 这种到位以后的篮网 河南队也是很难奏效 我觉得自身发挥也确实有问题 虽然刚才的一传不到位 但二传你确实是不是说是攻守 其他攻守调的 二传你往四号位传这个调整球 是直接传过网 我觉得也是有点 这个失误成为有点离谱 对排球其实是讲的是一环弥补一环 如果是哪一个环境做的好的话 一下就可以把这个 之前这一下的错误弥补回来 反之就是一环弥补不了一环 就会越打越乱 所以厂商队员每个队员都不能有技术的漏洞 打到了二传的头上 这一下 三岁还在争这个 是不是伪力呢 对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二传到最后已经是缩着了 对对他没有那个手过网 是 其实这个对于后排队员在往前的这个判法 不是看我在往前碰不碰球 而是我碰球那一下手有没有高过网 是的 你高手高过网了就伪力 你比如说有的 我跳起来我手也没高过网 那个也是按规则来讲的话不犯规 当然肯定也没有跳起来不过网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刚才那个球可能还是有点长气势 对因为那这个很困难很被动的球 对 加上有点运气 是 后背把球挡起来 松管浩这个队员他在往前 他刚才那个进攻得分之后 那个气势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话江苏队也是比较谨慎 在还看到河南队有点启示的情况下 就赶紧的请求了第一次的暂停啊 对不能培养河南队的情绪 你让他打开了 你把自己的线上的被动 发球还不错 就是有进攻点还确实是比较强 能够去下球 这种球呢就把遗传的压力呢给缓解掉了 是 如果不到位就丢分 这个遗传压力会越来越大 对对对 又是苏管浩和三号的新攻得分 这个新换人队员很敢打 是 这个比分反正也没有什么压力 对对 其实我觉得作为河南队来讲 确实是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你既然我对结果没有太多的压力 那我就是把过程尽力去做好 是 只有打好过程啊 这个锻炼价值才会有 是 这个发球拼的真凶啊 这就是完全是毫无顾忌的去发挥技术 对 真的就是场上如果每个队员都能拿出这种镜头来 我觉得真的确实这个比赛至少也会更好看啊 会更精彩 看看他第二球还能不能发出这种质量 应该还是很敢拼 但是就看这个质量怎么样了 就已经打到这个兴奋的兴奋点上了 所以还是拼还是敢拼 就没有犹豫 但是就是还是在于控制球的这个稳定性上 这个失误就有一点可惜 对 一个快球的转体 匕首过大 这球是落到了界外 今天王春林的进攻直线打的非常的多 基本上都是从直线去突破 对 因为高度不够嘛 这个直线是比较好打 看下最后这个赛点的发球很敢拼啊 哇 这个第二球的位置 他执行得不错 长先 香酥队还是手握六个赛点 看看这个一攻 哇 这个球是给了一个空头 没有人拦网 江苏队还是3比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盈 他赢得了这场比赛之后 还是显得非常的兴奋的 对 这个互动非常棒 是 就是虽然是三局就赢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交叉赛一场定胜负能够进前四的一场关键比赛 所以其实余妖晨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可以单独拿出来去说一下可以表扬一下 他的特点就是脚下移动速度快 而且往上截球的能力突出 三局的比分分别是江苏队和25比21 25比19和25比18 稍后我们也是回到演播室 欢迎回来 那其实这场比赛的结果呢 可能在赛前我们都预想到了 但是过程其实就像比赛中我提到的 河南队还是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但是其实从江苏队这边 我们感觉这场比赛可能也是给江苏队本身增加了一些信心吧 特别是经过了第一局比较困难的情况 后面还是能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我们也听一下林牧指导的这个赛后的点评 感觉河南队呢开局打的是非常的出色 他的发球 他的篮防 但是这种好的局面呢没有延续下去 这个呢也主要还是他的整体的实力呢 有欠缺的导致的 但是从第二局开始呢 因为换人的原因 感觉他的主力阵容啊 逐渐的削弱 所以队员的信心呢也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所以这个比赛成一个高开低走的这么一个态势 反观江苏队呢 应该说个人实力和整体实力都强于河南队 在稳住了这个第一局的这个慌论的阵脚以后啊 其实比赛是一直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胜利也是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确实 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感觉 可能河南队要更加依靠整体去打这个比赛 那江苏队呢反倒是在今天的比赛中 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去用团队打球 整体打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刚才也是提到了 今天江苏队的二传鱼妖臣这个位置啊 确实是在球队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候呢 能够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 也是非常恭喜江苏队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然后进入到了咱们联赛的前四名 那接下来呢在稍后我们也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这个是四川跟浙江的一场比赛啊 这两支队伍的一个较量 其实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也非常感谢李姆志导今天来到演播室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我们稍后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